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化 让精神看起来 比较好一点的妆 像如果有些女生 跟男朋友分手之后 气色看起来很差 然后眼睛肿肿的 要怎样让自己看起来 开心一点 OK 我们现在开始化妆吧 之后脸会肿肿眼睛会肿肿 所以我们先用BB cream 去把全脸都cover好 涂完都差不多了之后 然后想要立刻看起来比较精神 所以我就打算先 画上腮红 让自己看起来气色比较好一点 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像鬼一样 所以我会用刷子 用橙色 这个颜色很上色 用橘色的腮红 画在脸颊两边 用橘色的腮红 如果涂得大快一点的话 就让气色看起来更好 就不会 虽然大家可能会知道你哭过 但是至少是红润的 我朋友正好要约我出去吃饭 所以正好适合这个妆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画上眉毛 脸看起来比较精神一点 所以我会加粗眉毛 用眉粉和眉粉笔 眉粉刷来画 画完眉毛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 眼影都不画了 就直接画眼线和睫毛 眼线笔 来画内眼线 然后画好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用 其实非常的不明显 画上那眼线 会让眼睛看起来比较有盛 然后之后我们再用睫毛夹 把睫毛夹上一样 睫毛夹上一样 然后因为会 总是可能忍不住 又会跟朋友倾诉的时候 又会哭 所以最好涂上 防水的睫毛膏 刷上上睫毛和下睫毛就好了 涂好睫毛之后眼睛又更加闪了 更加大了 然后呢 我们因为哭过之后嘴巴就会很 没有血色 然后会看起来很干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 可以用这种很容易上色的唇彩 来涂在嘴巴上 让气色看起来好一点 我用的方法 因为这个口红是很亮的 眉红色 所以会点在嘴唇上 像嘴巴很干之前 可以涂上唇膏 唇密 然后再点在嘴巴上 我再把纸巾把唇膏擦掉 把它擦掉之后 就很像自己嘴唇自然的颜色 然后这样嘴唇 就会看起来粉粉的 但是不像是涂了唇 不像是涂了口红和唇彩 这样的妆容 然后把头发放下来 这样我还会在鼻翼两边打上鼻影 让还是要看起来 有立体感 这样我们憔悴的脸 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还是看起来就比较亮丽 没那么憔悴 我希望所有跟男朋友分手 或者是为感情是不开心的女生 都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然后我想在这里说 嗯 谢谢宝宝一直这么疼我 疼我的思念 然后我也恭喜你交到了 新的女朋友 自己的生活 嗯 然后 只怪我自己没有好好珍惜 我们之间的感情 但是我希望 你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嗯我就满足了 OK那这样咯 拜拜 嗯 不要哭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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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